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波拉维 今晚黑恐怖在线的嘉宾 这位朋友最近经历了一次 可以说大病也不止的形容 简直是生死关头 踏进鬼门关又回来人间 自此之后变成一位高龄人士 有请法基师叔 你好 各位 你是一个法科师傅 是 也没有见过这些东西 其实很少 因为我们有法护身 通常都很少见到 对 但你现在已经是高龄人士 对 年龄也是 真的要小心身体 如果有看到大概一个多星期前 法基师叔在我们的节目 透过视像也讲解了一件事 简单一点说 经历过一个贫死 是的 一场大病 在手术期间 经历过一个贫死经验 看到一些回忆的东西 看到一些黑暗的空间 还有最后看到一个闪光 打我回来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升起了 在手术期间 医生也打了一两支强心剂 好了 手术完成后 其实也没有什么 只是需要时间去休养 也觉得 不会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因为有些人说 贫死之后 会有一些怪事发生 但当时我一直没有在意 其实事情是怎么样 上次我记得说到贫死经验 就结束了 后面的事情没有说 好了 我做完手术之后 就回家了 其实第一次觉得有古怪 就是怎么样 我回家 那天是黄昏 看到家前面有泥地 不如我们也有一些照片 师叔不介意说 你住哪里 其实我住在河辈水堂 在河辈水堂 记起大家 共同的记忆 我们去过河辈做过灵探 当时有两个人出事 河辈Mandy 这些就是河辈附近的照片 其实我之后会说 这张照片 就是我回家的那条路 是必经之地 其实这棵树 这个我之后会拍的 因为拍了记录 这棵树 下面有一些坟 就是潮州式的坟 我就在那里看到一些古怪的东西 待会再说 整件事是怎么样 我做完手术 回家 那天是下午 我看到前面的泥地 有一些黑色的东西 在那里飞来飞去 就像一些光线 就像一些光点飞来飞去 就在泥土上飞上来 有些人插到泥土上 即是不规则 是的 不规则 但它不是来回的 总之它是单方向的 最初我以为 做完手术 可能有些药物影响 看到错觉 我一直都没有在意 其实做完手术后 我的朋友Chris 他很紧张我的健康 他说不要整天坐 最好出去 走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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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有一晚 我跟他出去了散步 散步 出去了我村的公路之后 转弯 就去了一条大X村 即是大剧村 有一条路 好 那条路 其实有些朋友都说 走那条路 是觉得有点不舒服 好像有点古怪 是這樣的,但我病之前就慢慢走路,沒有覺得有什麼,每個人都沒有 那晚 Chris,我太太和我三個人一起走,其實走進路之前 我就已經覺得景象怪怪的,為什麼呢?我看到的東西全部有疊影 好像那些什麼?散光,怎樣形容呢? 好像以前Antono的電視,收台收得不正,有兩個鬼影在旁邊 鬼影是很清楚的,沒有說話,其在其在,死物我看到 但是我看到人沒有鬼影,是很奇怪的 我就不理想,可能吃完一些藥,或者我剛剛復原精神也不好 一直走,走了大約一半路程,越來越厲害,影分離得越來越厲害 好像現在,原本我看到一支咪,有半個咪突出來 是直接另一支咪就走了出來 嘩,好像多了一個物體 多了一個物體,但那個物體很明顯是虛無的 是一個幻象來的 我跟Chris說,我說不太好 我覺得好像看到一些東西,有兩個影 他們兩個就看到,嘩,你不是啊 沒有兩個影,你不是有事啊 因為Chris害怕我對眼睛的視網膜 是 是 然後我就看了上天,我就說 你們看不見到那天,有很多光點在那裏 左左右,右上上下,打斜地飛來飛去 其實我看到的東西,不是那些人說的光球 是比光球更加小,是一些光點 Chris和我老婆說,沒有啊,見不到啊 我說,不是啊,整個天都是到處飛去 你們看不見嗎 他們就說,我老婆說,不是啊,很害怕啊 你看到我們真的什麼都看不到啊 這樣說 我想一下想一下,糟了 是不是真的自己身體不舒服呢 我就說,不如走吧,回頭 因為覺得好像不太好 但是除了眼睛那些,雙倍影像之外 沒有啊,頭痛啊,不舒服啊,想吻想咬 是沒有的 沒有,沒有,即是雙倍影像 好了,當我回程的時候 其實那天就沒有什麼風的 那些街燈照下去,因為那裡也有很多樹 那些樹打在地上有個影 正常那些樹影,如果有風吹 是這樣慢慢地動一下 我看到前面那棵樹的樹影是怎樣呢 好像調了十倍快鏡 那個影在地上不斷動 那我說,喂,你看到前面那棵樹的地上 那個影在地上不斷動,不斷動 他說,不是啊,慢慢地動 我說,不是啊 十倍快鏡,你們看不到嗎 這樣說 那他們兩個就說,不要了 不如帶你回家 以及帶你去醫院 看看發生什麼事 那當然我也害怕 因為我害怕我真的 時末末有事或者手術之後有問題 那去了附近一間醫院 那我跟那姑娘說 那姑娘問我什麼事 那我說,我看到那些東西 全部都是兩個影 那姑娘的臉都青了 那她就立刻說 你不用排了 我現在跟你戴手牙 你待會等醫生去叫名 那醫生看到我 就問現在看到兩個影 我說,其實呢 我走出去那條路回家的時候 就已經再看不到 即是離開了那條大劇村的路 我就開始看不到 那我說現在看不到那個影 那她跟我的眼睛做了很多測試 視覺範圍沒有問題 看東西也沒有問題 那她就懷疑我腦出血 那腦出血 很大件事 心都離開了 我說不是,又來一個 又中風 又中風 又去照慈力共振 搞了幾個小時 那醫生檢查完所有的事情 她就說 你正常,沒事 可以出院 那我出去之後 那我一直都覺得很奇怪 其實當時Kris和我太太 就覺得可能是一些光線問題 因為其實 你知道街燈的光線 黃黃的 再加上黑暗的天空 那可能我甚至不清雲 會有些錯覺 那Kris就很相信 我應該是看錯的 但是我說我唯一一樣 解釋不到 為什麼我看到那個薯影 是十倍速的 不停搖呢 那我一直都沒有理會 那過了一段時間 我就沒事的 那好吧 那接下來 我和我太太和我兒子 就出發去旅行 對 看到你的照片去日本 玩得很開心 吃得很開心 沒錯 但是那些全部都是圖片子宮三馬 原來背後可能是吃納豆 是這樣的 第一晚奇怪的事情 因為其實我之前做過很多測試 到底是不是光暗的問題 我覺得不是 但是之後我再看不到 那我就沒有理會了 那我就去到日本 那我第一晚入住一間酒店 那我就和我老婆和兒子進去 那我開始走到那間 因為那間差不多是尾房 我走到一半的時候 我發覺 又開始看到兩重影 糟了 又什麼事呢 那隻眼睛 為什麼突然會這樣 會不會是光線問題呢 那我沒有理會 照開門照進去 因為我老婆也有敲門 進去 好了 進去後 我看到整間房裡的影子 又是這樣 是很明顯地多了一件東西出來 那我問 是不是又有東西呢 為什麼這麼奇怪呢 這樣說 那我就周圍看 那我就覺得 那個衣櫃的位置 就好像怪怪的 那我打開衣櫃 一刻打開衣櫃 我就看到有一塊東西 好像老鼠一樣 總之就 就是大約 這麼大度 動的嗎 不是 總之是一塊東西 一塊東西 我不知道什麼 就是一塊東西 一刻跳進去隔板 因為衣櫃裡面 通常有隔板 一跳進去隔板 那裡 那隔板其實 我不知道為什麼 它是鎖了的 因為它通常是開門的 通常開門 但不知道為什麼它是鎖了 我看到它是跳進去隔板 其實我想打一個隔板 但我老婆和兒子在 我關上了一個衣櫃 我跟老婆說 不要走過衣櫃那裡 那我老婆問什麼事 不要走過去 我當然自己做了一些事情 然後就大教訓 你當然覺得那塊東西 或者是靈體 總之那塊東西 入了隔板 不過我沒有求證 因為我老婆和兒子在 我不敢搞這麼多事情 其實我在想 到底會不會是江蟬問題 但我否定了為什麼 因為我入住那間酒店 是住了幾晚 為什麼第一晚進去會看到 看到是那幾分鐘時間 但之後會完全看不到 其實這件事是很奇怪的 中間玩的時間其實是沒有什麼 但在停車場有一晚 拍車 酒店入口旁邊是有一個車位 我記得是一輛日本 好像不知靈智的車 也挺大 我老婆拍了車 我拿了車 我看到那輛車尾 其實角落很陰暗 好像有一個人在車尾走來走去 之後很快地 好像進了一半牆裡消失了 但當時我怎樣 因為那裡太暗 我當以為可能我看錯了 或者是陰影 這個我不知道是否有問題 但我看到的影像 他走進了牆裡 好了 整個旅程完了 我送了兒子回去外部 之後我和太太回家 我乘搭的士 我走到差不多回家 河背的小路入口 我在迴旋處的小路 又開始看到有兩重影 燈柱有兩重影 又回來 我為何又看到的呢 我周圍看 因為我知道一定有些怪物 我周圍看 暫時還未看到 好了 轉進去 就是剛才那棵樹 那個位置 在那個位置 我單高頭一看 我整個縮了 縮回到位置 我不敢說聲 為什麼呢 我老婆問我 你什麼事 我說沒有 繼續進去 快點進去 然後下車 好了進去 就下車了 我老婆問我 你看到什麼 我說 在這棵樹的位置 我看到有一個女人頭 現在是哪個位置 你現在看到有些草 那個好像是女人頭 我肯定不是那棵樹 在旁邊的樹端 短的那邊 就是這棵樹的左邊 對 這個 因為我睜眼一看 就看到我的頭 為什麼我會 這麼奇怪呢 就是因為附近 那棵樹下面 有很多墳墳 就是潮州式的墳墳 我看不到 但很明顯地 她跟我老婆的頭 就很像 為什麼我會說女人頭 就是因為她的髮型 總之都是長頭髮 就是師母在聽 當然不是她 不過總之是一個女人頭 但我看不到她 只有頭 只有頭 就像一個棵樹 那棵樹 我太太說 你不是吧 看到這樣的事 你不要嚇我 為什麼你不發聲 我說我發聲 那司機嚇到炒了過去 我怎麼辦 我當然不發聲 這件事 所以過去之後 我亦都不斷求證 究竟我是看錯事 還是什麼事 發生了這件事 去完日本回來 經過這兩件事之後 其實之後又平靜了一段時間 有一件事要補充 就是去日本之前 剛剛已經講漏了 有一天 我也是黃昏時間回家 因為我住在上面 當我走上一層 我突然間 就停在那裡 我老婆問我什麼事 我說沒事 然後再走上去入屋 之後我才跟老婆說 我走上去的時候 看到樓梯轉角 有一個男生 這樣放下來看著我 小朋友 不是 小朋友是一個 二十多三十歲的男人 突然間插一聲就不見了 為什麼我會覺得奇怪呢 其實我 聽附近說 好像說我們附近 曾經有個年輕人病死過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 但也不會進入屋裡 我覺得是不奇怪的 因為其實是在我們附近 不過確實是在這裡 不能說 總之 我覺得這件事是不奇怪的 這是我去日本之前 然後回來香港 一段時間沒事 早兩晚 又跟他們去大劇村走 走到尾 走到尾 因為昨晚還是前晚 Crystal帶了一部遙控飛機去玩 其實走到中途的時候 就是剛才我說 看到光點 光點的位置 已經開始看到燈柱 一些車 全部都有兩重影 我其實已經在想 會不會又有東西來 我一直走都不覺得有東西 走到最後 他們在放遙控機 我到處看 其實去到燈柱 旁邊有一條 好像一些渠 渠旁邊有很多芭蕉樹 我看到芭蕉樹 好像有一塊白色的薄沙 在飄著飄著飄著 我看了很久 這是什麼 我看到 其實旁邊有一塊樹葉 有一點反光 我一開始就想 是否一塊樹葉 但不是 為甚麼 我看著它飄著 慢慢地飄到一棵樹 飄進去 然後我跟Chris說 你可以找飛機飛過去 照照一棵樹 很棒 馬上看到 Chris就照了一棵樹 照到那塊葉 但照不到那塊薄沙 因為那塊薄沙 在照之前 我看到它慢慢地飄到一棵樹 當時卓飛還說 不要看 是芭蕉樹 你想死嗎 還看 好吧 我就離開 不理 其實我已經覺得很亂 就算了 為甚麼又看到 這樣說 一直走到大藥村 差不多走出去的時候 那個位置我老婆 正在走行人路 我們正在走馬路那邊 我和卓飛和Chris在聊天 他們說 你會不會是太累 又看錯 我就沒有出聲 我說可能是 好了 我回答完 卓飛他們在Edmond這邊 我回答完 可能是 我老婆在這邊 我轉到那邊 我打算看我老婆 就在我轉過來的時候 我看到 咦? 沒有了? 看完了? 最清楚的部分 那就停了 真的不好意思 這只是每晚恐怖在線的精華片段 如果你都想看完的話 就非常簡單 可以參與我們 月費計劃 可以上去 EdmondPrint.com BigBigAir.com 裡面參與這個月費計劃 聲音就是30元 視像是40元 如果加上用APP 就是50元 好了 至於說 我不想參加月費 想給Cons 看哪集 買哪集 也是可以的 按下我們 BigBigAir的手機APP 你可以釋除專片 喜歡哪集 就買Cons 所以希望 你快點成為我的付費會員 你會看得最多 最恐怖的個案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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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